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生都难忘的 说出了周群的心声 是啊 我觉得这首歌歌词写得特别好 就是每一个人成长肯定都要付出这个爱的代价 经过长夜的痛苦之后才能够慢慢长大 对这首歌来说叫走吧走吧 对我们翻阅日历来说叫说吧说吧 这首歌呢其实是张爱佳的原唱啊 今天我们翻阅日历就和这个张爱佳有关 所以马上进入的就是我们的《月人无数》 《月人无数》 明人的离开和明人的到来构成了一幅非常丰富的人生画卷 周群要先给大家说谁呢 当然是刚才我唱歌中这个歌曲的原唱张爱佳 我们来看图片啊 张爱佳是1953年的7月21号出生的 那今年已经是53岁的生日了 在这儿要祝愿这位名演员名导演生日快乐 你知道他曾经获过什么奖吗 这个因为我也自己在影视界打拼过一段时间 我也很崇拜他 他其实是双廖影后金马奖 台湾的金马奖和香港的金像奖的双廖影后 非常厉害 因为他之前是拍这个穷瑶剧出身的 这个偶像型的女演员 但是他没有仅仅满足在这个基础上 继续往前卖力 对而是给自己开拓了一个非常大的天空 就是开始指导电影电视剧 而且我发现他还喜欢提携新人 比如现在刘若英啊 李新杰啊都是他的徒弟 我觉得他们一块拍过一个二十三十四十 同时还有很多作品像新童居时代 心动等等 当中那个金城武和梁吕齐的表演 我非常的喜欢 我觉得跟他这个导演的功力是不可分割的 大家看到这个照片中 这个小男孩那是他的儿子 中文名叫王令晨 这英文名就有意思了 像是妈妈的一个梦想叫奥斯卡 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实现这个梦想 好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一位是特别有名的文学家了 海明威 他是在1899年的7月21号出生的 我知道 他是这个老人与海的作者 他因为这个小说 在1954年拿到了诺贝尔奖 其实呢 说到海明威创作的这些个人物 尤其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叫太阳照常升起 里面就描写了一帮人 后来被统称为迷茫的一代 其实海明威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有传奇经历的人 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据说是志愿取的 而且在19岁那年 他身上中到的那个炮弹片和机关枪的那个弹头 就达到了多少块呢 你可能都猜不出来 多少 230块之多 所以可见 其实他是一个意志力很坚强的人 包括我们从他的作品里面也能看到 老人与海那个小说里面 老人怎么去捕鱼 怎么能够跟大自然去做拼搏 我觉得都能够反映出他身上那种铁人的精神 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丰富的人生经历 可能在作品中才能反映出一种积极向上的一种精神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人呢 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讯社的创始人 通讯社 他的名字叫路透 那就是英国的路透社 那我想问一下你 路透是哪人 肯定是英国人了 实际上他是德国犹太人 他是在1816年的7月21日出生的 这个路透社 我们很多人说到各个国家 中国是新华社 美国美联社 法国法新社 都是有这样一标志性的通讯社 其实路透社在英国创办中 他的主要的这个业务量啊 只有5%来自于新闻领域里面 95%的业务呢 都是讲关于金融信息方面的东西 我还以为他整个的业务都是跟新闻有关的 但毕竟是一个很有名的通讯社嘛 那路透是什么意思呢 路透的意思呢 用德语的话讲就是马背上的人 也有强者的意思 一辈子都在颠沛流离 的确是一辈子骑着马去采访新闻 的确是一个强者 跟他这个生活是很有关系的 对对对 好 接下来我要跟你说一位了 这是一位叫杨立坤的女士 她是2000年的7月21号去世的 可能说到她的名字 大家并不是很熟悉 但是我想说到她的作品啊 肯定是家喻户晓 她曾经演过两部影片 在一生当中只演过两部影片 五朵金花和阿施马 那是我爸爸妈妈那个时代 最喜欢的演员了 对 杨立坤呢是云南的遗族人 在家里是排行第九 大家都叫她小九 之前啊从来没有拍过电影 没有出过电啊 按照现在的这个时髦话说 17岁那年呢 被选为五朵金花的女主角 这个影片啊曾经在世界各地 一共有46个国家播放过 我觉得这个影片应该说是 影响了当时的一代人 这个在46个国家播放过 这是创了当时的记录了 没错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了 那好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五朵金花的片段 嗯 那你沙也好坊坊 五爹去跟高手仓 在那五爹 太彩磨 阿妹跟起来 五爹全面一枝花 独立看来 别紧傻 我开满天 余好 家事国事天下事 有事啊天天说 今天恩塔我先跟你说一笑话 这好 我有一朋友特有意思 他老婆出差了终于放松了 出去玩 于是呢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这个清泉时尚流 浪漫之心顿然油然而生 于是拿起手机给老婆打电话 亲爱的我现在在一特漂亮的地方 你听 你听这流水声 哗哗哗 这老婆一听 少来这一套 赶快把那自来水龙头关了 你有这雅心 我就知道你不是一浪漫的人 这老公气得呀 说你看看 我平生很难得浪漫一次 他还不相信 就可见我觉得两个人相处久了 可能觉得好像这种浪漫的东西都少了 不相信对方会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老公啊 这个老公平时这个浪漫还不够啊 突然来这么一下子 他可能都不相信了 关键是这个时间长了 都了解彼此的秉性 觉得他不可能做出这么浪漫的事啊 这是一笑话啊 但我们要说到老公这个名称啊 你前面说到这个老公 对老婆做这些浪漫的事 老公这个词还不能乱叫 有讲究 有讲究 实际上啊 我们要引到一个概念 就是太监这个词 太监在民间 就叫有一段时间叫老公 不是叫公公吗 公公呢是公里的称呼 民间有时候叫老公 那这个还真是得小心啊 不能乱叫 实际上我们今天有事天天说 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太监呢 是因为在1923年的今天 溥仪把太监赶出了紫禁城 这宣告着太监制度的最终瓦解 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出紫禁城 这有很多原因 有很多原因 实际上那个时候 尤其是溥仪在公里的最后那段时间 太监们有很多事情惹怒了他 比如说太监喜欢偷字画 很多国宝 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去拿 包括有些当官的也拿 就呼啦啦大厦将清 这个小太监也不安分了 顺手牵羊 我们先看一下太监在清代那个照片 你看这好像训练有素的 还挺整齐的 这就是那个时候清代的太监 那段时间太监可能拿这些东西 拿的特别多了之后 可能现场没办法去还原 甚至会留下痕迹 怎么办呢 于是有的人 有的太监就想出一办法 把那个现场用把火给烧了 那个宫殿叫做建福宫 这件事情触弄了溥仪 这个是建福宫被烧之前的照片 这个呢就是建福宫被烧了之后的残骸了 断壁残垣 看来这个太监太有心机了 用一把火就准备把自己的罪恶都抹杀掉啊 对 那么为什么太监要偷字画呢 因为溥仪在1912年退位之后 北洋政府啊 他发给溥仪的那一笔钱呢 可能不够用 所以呢 有一段时间拖欠了太监的工资 再加上呢 工里的太监管理比较松散 上下一勾结 偷东西已经不是个秘密了 为什么不是秘密呢 我们编导从那个溥仪的自传里 查出了这一段溥仪自传